大家好,我是小诺 丸子很多人都爱吃 特别是我们北方 在小的时候,每到逢天过街 都会砸上一筐的萝卜丸子 砸萝卜丸子 有人放淀粉,有人放面粉 其实做法都不对 今天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 砸出来的丸子酥脆鲜香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萝卜 我这里准备了两个青萝卜 炸萝卜丸子用青萝卜,水萝卜,白萝卜都可以 清洗干净后去头去尾 再把老一点的皮给它削一削 萝卜皮的口味也是非常好的 保留一些萝卜皮 炸出来的丸子口味更好 去皮后再用擦拭器擦成细丝 刀工坊的也可以用刀切成萝卜丝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擦成细丝 加入胡萝卜既可以增加营养 又能搭配颜色 两个萝卜 一个胡萝卜擦了这么满满的一大盆 青萝卜和胡萝卜搭配在一起 颜色特别的漂亮 锅中水提前烧开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放入萝卜丝 焯水30秒 加盐可以去除萝卜丝中的异味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水分 而且还可以起到护色的作用 焯水的时间不用过长 30秒即可 萝卜丝变软 用漏勺立马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过凉后把萝卜汁挤水捞出 把水分挤干 放在菜板上 再把萝卜丝切碎 切到碎一些 方便丸子的成型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 先切成丝 再切成丁 丸子中加入洋葱 味道也是非常的好吃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菜 切成香菜末 不喜欢吃香菜的也可以补放 加入香菜可以提升丸子的鲜味口感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再准备一颗大葱 把它对面切开 切成小段 最后切成葱末 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把葱花姜末放在一起剁一剁 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放入大碗中 做到这一步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加面粉 或者是淀粉了 加面粉炸出来的丸子 外皮虽然酥脆 但是里面黏黏的口感不好 加入淀粉炸出来的丸子 口感又发硬 今天我们不加面粉也不加淀粉 这是两个昨天吃剩的馒头 把它掰成小块 放到搅入鸡中 盖上盖子打成馒头碎 尽量打得碎一些 像面包糠一样 蓬松又渲软 然后把它倒在大碗中 用馒头碎代替面粉 炸出了丸子 口感更加的蓬松酥脆 往里面再加入一勺面包糠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蔬菜都能裹上馒头碎 面包糠用黄颜色的 白颜色的都可以 家里有什么样的面包糠 就用什么样的面包糠 加入面包糠 炸出来的丸子更加的酥脆 搅拌均匀 往里面再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鸡蛋既可以增加营养 增加香味 而且鸡蛋也是天然的蓬松剂 炸出来的丸子也更加的蓬松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五香粉 最后再加入两克的小苏打 加入小苏打炸出来的丸子 口感更加的酥脆 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一直抓拌至看不到干的馒头碎了 菜糊爆团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揪一块菜团 放在手里给它捏一捏 转一转 转紧实 再团一团 团成小圆球 像这样一个丸子生坯就做好了 今天这个丸子没加面粉 也没加淀粉 一样爆成团 而且圆溜溜的 看上去更好看 先把丸子团好 待会儿我们在炸的时候 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丸子成熟度也一致 团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锅烧热 加入食用油 大火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入筷子试一下油温 筷子的周围起密集的小泡泡 这样就可以了 下入丸子 丸子刚下锅的时候 油温一定要高 这样丸子容易定型 不闪花 丸子定型后 转中火 用中火慢炸 期间用筷子勤翻动 让丸子受热均匀 长大约三分钟 炸至丸子的表面金黄 像视频中这样 用筷子搅拌 可以听到清脆的响声 这样丸子就炸好了 用漏勺把丸子控制捞出 听听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酥脆 这样炸好的丸子 现在就可以吃了 闻起来是香喷喷的 喜欢吃酥脆的 我们可以再复炸一遍 锅中油温继续升高 升高到八成热 放入丸子 复炸十秒钟 复炸的时间一定不要过长 十秒钟即可 然后快速的用漏勺控油捞出 沥油后装入盘中 这样炸的丸子 外皮焦香酥脆 内里特别的鲜香 不黏也不吸油 刚出锅的丸子 不烫嘴的时候 一口一个 鲜香酥脆又好吃 特别的过瘾 如果你也喜欢吃 萝卜丸子 不妨试试这个做法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